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神造我们这个人要站着直 要有力量 里面要有骨头 外面给我们肉 所以碰来碰去的时候不受伤 你看奇妙不奇妙 所以做人要里面坚固 外面柔软 大家说里面坚固 外面柔软 神造螃蟹就不一样 外面坚固 里面柔软 所以螃蟹骨头在外面 肉在里面 人呢 骨头在里面 肉在外面 大家说123 螃蟹骨头在外面 肉在里面 人呢 骨头在里面 肉在外面 所以人碰来碰去的都恢复原状 为什么呢 因为他的体型那么没 就不可以随便碰坏了 骑车碰坏难看死了 人碰坏以后明天这样走怎么办呢 还会恢复原状 因为有极大的弹性在里面 但是教会里面可惜 很少像人的 多数像螃蟹 所以教会里面如果有螃蟹来了 他走路一定是像邪宝的 横行霸宝 他跟你握手的时候 就把你弄得痛得半死 这个是像螃蟹那样的 一个像人不像螃蟹的 这个灵性的基督徒呢 里面有坚固的立场 外面有非常温柔的风度 大家说 里面坚固的立场 外面有温柔的风度 所以风度柔和 立场坚定 大家说 风度柔和 立场坚定 如果我把这个一点一点再讲出来 那我告诉你 单单这个上帝创造的智慧 讲五十天都讲不完的 你明白吗 因为所有的动物 所有不同的被造之物中间 都隐藏着无穷无尽的智慧在里面 上帝啊 这是指到圣子 你用智慧创造了这个地 你从起初你的地的根据 天也是你手所造的 那这样来提到圣子的时候 就提到了他与宇宙之间的关系 那当他创造万有之后呢 这里要我们知道的是什么 被造者与创造者之间的质义 The qualitativ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creator and the creatures 所以被造之物按本质来说 不能与创造者相提并论 为这个缘故 你从受造之物要找到创造的上帝 你的方法论是错的 你的受造之物中 你判见创造的上帝 你的眼界的方法论又是错的 为什么呢 因为神的本质是超越一切受造之物 无限者借助他的能力创造有限界 你在有限界中间 盼望会见无限者 这是不可能的 所以除非神自己向你显现 那这里就把基督的创造 你造了天 你立了地的根基 让他把基督与宇宙之间 一些被造物的本质 你分开来的时候 就提到永恒跟战死之间的关系 所以这里说呢 天地都要会去 唯有你是永远长存 这世界多美 这世界多好 多美 是一个圣仪价值的美 发的一句话说 就是神最美的是在 祂为我们预备永远不枕动的国那里 所以我们既然得出了不能枕动的国 我们就应当恐惧战惊 用敬虔的心 照上帝所许约的敬畏神来侍奉他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上帝乃是烈火 被造之物都要被火消灭 这世界的一切都是暂时的 创造主不是如此 所以西伯来书第一章终归究底 就是给你看见基督论的超越 基督超越了一切 基督超越了天使 基督超越了教会 基督超越了被造界 基督超越了一切 大自然中间是启示出来的真理